都说 赶一次黄河大吉 寻一次百年飞夷 今天农历2月2 这一天惠民县造户李镇的活把礼庙会 这火热开场啊 很多朋友都去赶庙会了 现场那叫一个热闹啊 来 怎么一块去 看一看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造户李镇的活把礼庙会的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十分的热闹 来往的游客呢 也是络绎不绝 那别说活把礼庙会呢 是一个明镜的庙会 但是它距今呢 已经有一个5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 在每年的2月2的这一天呢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都会选择到这里来逛庙会 来拴娃娃 走在活把礼庙会的街道上 眼前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 耳边也不断传来 摊位主的叫卖吆喝声 游人们也都是大包小包收获满满 活把礼庙会的起源 要上诉到明朝成化年间 历经500多年历史 如今它已经成为了 浓缩着黄河流域农村的 鲜明文化印记 这一路走来啊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琳琅满目的小商品 还有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 都带给我们非常精彩 一个庙会的体验 那当然呢 说起庙会 那最少不了的当然是 我们的泥娃娃 来 大家请看 来 请看 这些颜色色彩不一 憨态可惧的泥娃娃呀 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艺品 在每年2月2的这一天呢 很多人都会选择到这里来 进行双娃娃这个传统的习俗 来祈求我们的平安 作为省级飞衣传承人的张凯 每年都会来参加庙会 而她的泥塑作品也深受大伙的喜爱 我是在上海那边的 我明年都来 今年的庙会和往年不同 人们特别多 我看到在明年艺术 明年教宿 比往年多的多了 我每年都来逛庙会 就感觉今年这个工艺品 跟以前不太一样 感觉对我们这个以后 这个民宿发扬 是有一个更好的发扬吧 据了解本次庙会 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余名手造艺人 近百种千余件手造作品亮相大会 庙会文化是带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 在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 也成为了当地民众经济文化交流的舞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